我一直想让小朋友参加一个团体运动 我觉得男孩子在团体运动里面收获的不仅仅是技能 还有团体的协作啊 现在我觉得孩子在家庭生活中包括学校可能会被过于保护 冰球可能是对孩子的进行挫折教育比较好的项目 这些不论小场地以及小球门还有轻量化冰球 这个在国际上应该都是青少年初级的学习冰球的一种训练的方式 小场地呢肯定是小朋友在这个小场地更合适 他们的身体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的这种发育 还都没有到在打这个大场地的这种年龄段 小场地能够使小孩有更多的接触球的机会 有更多的射门的机会 对他们的身体发育也是有好处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